午餐白白种 你想学哪一种呢 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 国际时事 人文科普 生活新知 给您不一样的观点 不一样的选择 非碟午餐 银奶精掌煮 哈喽 欢迎来到非碟午餐 我是银奶精 也欢迎这个YouTube朋友呢 收看这个直播啊 再次邀请您对这个脸书的 非碟午餐银奶精时间呢 点赞 那今天呢 持续延烧的话题 除了香港的这个问题之外呢 就是这个川普啊 因为川普的云无伦次啊 变来变去 使得这个国际的股市呢 都受到很很重要的 这个重大的这个影响 现在最新的一个话题是说 那到底是谁说谎啊 川普在昨天说 中国方面呢 打电话给他 打电话来 就说要恢复这个谈判 我们会达到一个很好的协议啊 等等等等之类啊 他虽然没有很明确的说是打电话给他 但是呢呈现出来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哦 原来这个中国在很强硬的啊加征这个美国的这个关税之后 然后呢 中国的大陆副总理呢 刘鹤 他在重庆的一项这个活动里面呢 说并不想要贸易战升级啊还是要寻求这个协商 那我觉得是因为有时差的关系啊 所以使得当刘鹤呢讲了这这段这番话之后呢非常的巧合的 在这个G7的川普呢就释放出来的讯息 就是呃哎这个中国打电话来了啊 中国有致电啊 然后双方要协商啊会有好消息啊 告诉大家等等 你就觉得好像哎那次是这样子吗 这个大陆在这个策略的运用上面呃硬软啊 就软硬兼施啊 互为表里啊好像运作的还还蛮顺畅的啊 这是呃一方面呢说要这个加征关税 然后呢呃川普呢疯狂的这个回击 呃连发推特推特之后呢 呃大陆方面呢又呃又摆出了另外一副这个姿态啊 双方要谈就没想到竟然不是啊 呃因为竟然不是 呃因为这个呃大陆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呢 耿爽啊他就在这个记者会上说 没有啊就他知道的没有任何呃 没有任何这个中方的官员呢 来跟这个大陆呃来跟这个美国这个接触 然后呃川普呢再被问到就说那到底是谁怎么样啊谁打电话 他说我不想告诉你哈 嗯就觉得这是非常的奇特的啊 以这个川普呢过去长期以来的这个风格来说呢 我认为呢非常有可能这个说谎的人就是川普啊 他是一个大说谎家呃中国大陆虽然的决策的很不透明啊 但是在这种问题上面呢是不会说谎的啊 就是如果他们真的有打啊 不管说是呃工作阶层的这个官员啊 或者是说呃重要到说既然是习近平跟这个呃川普通通了这个电话的话呢 那不可能啊大陆方面不可能啊在这种事情上面说谎 嗯因为呢大陆如果说是大陆隐瞒这个事情的话呢 那你你碰到的这个对手别人没有别人没有要帮你隐瞒的义务吗 特别是像这个川普这种大嘴巴 而且其他国家的体制相对相对来讲呢 他他就是一个他是一个民选的一个政府 他们是要去面对舆论的他为什么要帮你保密 他没有他没有义务要帮你保密的啊 所以呃大陆在这种事情上面 他是不会说谎的啊 但是这那么快的这个时间点上呢 川普呢就被重重的打了一巴掌啊 还是被这个大陆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啊 就说没有我们没有这个通电话 那嗯川普他过去呢常常在说谎啊 嗯他选择性的失忆啊 选择性的呃记忆呢有利于他的点 而且呢常常他的选择性的记忆呢 跟事实呢又常常不符 嗯在在这个呃他 他选这个总统之前的时候 当时帮他写的那本书啊 就是交易的艺术的那本书的作者 嗯他当他意识到说川普极有可能啊 他他参选总统是真的 而且搞不好啊就是搞不好 他有可能会去胜选的时候 他觉得让这样子的人当选呢 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嗯虽然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觉得 呃川普呢应该当选的几率不大 可是他意识到就说 这这么一个危险的人啊 呃来参来去参与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如果他呃当选的话呢 这是国家的一个灾难 然后他对于他过去帮这个川普写这个交易的艺术 呃为这个川普美化 美化了很多啊 这个事情感到非常的内疚 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呢 就接受了呃纽约客啊 杂志的这个访问 而且他也写了文章啊 把这个那个时候呢 他在写这个川普这本书的时候 川普呢是一个呃脾气非常的 这个爆就是脾气反复无常啊 然后呢有这个短期的记忆的这种问题 就常诗意啊 然后呢说谎呢都不打草稿 呃他过去的这个事情呢 他就很多过去呢 不是他做的事情啊 他都觉得是他自己做的啊 啊 然后选择性的去遗忘 然后选择性的这个相信啊 那篇文章呢 蛮精彩的啊 呃很可惜的就是呃 在美国的这场内场的啊 就是川普对上希拉蕊那场选战里面呢 他到后来呢 已经是诉诸于这种白人的啊 呃长期的在美国 他们觉得在全球化的这个运动 那个里面呢 他们是受害的受害者 而且呃过去很多年以来啊 呃他们认为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了 就是白人的 这些声音被压抑了 被一些所谓的进步的这个色彩啊 不管是呃在种族的这个问题上面 在这个呃性别的这个问题上面啊 性向问题上面 同性恋啊支持多元啊什么 这些呢他们被压抑了啊 所以川普的呃当选呢就是呃一个过去缅怀过去的传统的白人的美国的价值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大反扑啊 所以呃那篇呃就冤呃就冤呃帮他写的这个呃 ghost writer就是那个我们讲那个执笔人啊 那位作者的他的那篇的文章呢 其实呃没有什么起到很大的作用 可是他他会他描绘出的就是一个川普的这个性格啊 那所以在这个呃有关于到底从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到底谁通的话 然后谁通了这个电话 然后谁来求和啊 然后他对市场上面当川普释出这个讯息的时候呢 他对于股市当对于美国股市来说呢 当然是有产生很重大的影响 呃一个擅长说谎的这个川普 为什么要在这么紧张的这个时刻啊 中美贸易大战觉得就是进一步的这个升高的状态之下 好讲出这些话 呃我认为他是有点撑不住了啊 因为这个美国股市的这个暴跌 对于川普的这个选情来说呢 是非常不利的啊 然后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呃尖锐化啊 然后你接下来呢 不知道就终止的这个时期是什么时候 虽然这一切的这个这一切的这个戏码 完全都是因为川普的捉摸不定啊 还有就是他执意的采取一个非常无效的一个策略 就是加征关税报复啊 然后呢觉得是其他国家呢都会低头 呃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呢 呃在中国大陆的身上就完全的不起这个作用啊 呃日本的确啊 在这个日美的这个贸易谈判的过程之中呢 他最终呢还是做了这个让步啊 但是呃现在大家觉得说啊 日本好像做了很大的一个让步 使得这个呃川普呢 在这个美日贸易谈判上面呢 又下一程啊 我觉得不完全是如此啊 呃虽然说日本在汽车啊 农产品啊这些部分呢都让步 但是因为在这个日本跟欧洲呢 已经达成这个协议 而且还有这个CPTPP的这个架构之下 所以他在这个农业部分的这个开放呢 是他基本上是可以承受的啊 那呃日本和美国在有关于贸易谈判之间 他有没有呃较多或更多的筹码 呃相对应这个相对于这个呃 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因为日本在安全的各方面呢 都是要仰赖仰赖这个美国的啊 所以他的呃底气就不这么的够 可是也因为他之前的时候呢 达成了CPTPP 然后跟欧洲呢 谈成了这些东西 实际上他并没有像上个世纪的那个时候 呃要做出这么巨大的 巨大的这个呃让让步啊 所以呃安倍在这场的这个选择里面呢 还是不脱离啊 不脱离嗯嗯 日本的去依附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策策略 但是他他他他没有 他没有呃就是丧权辱国般的哈 就是所有门户大开 也不是这样哈 可是相对来讲呢 中国大陆呢 再去对抗呃美国的这种极限的这个施压 他啊要你低头的状态之下 大大陆当然是有底气多了啊 而这个呃川普呢 在这么微妙的这种时候呢 说这个谎啊 就是要释放出这个讯息呃 不是呃要显示说这个中美贸易呢 不会是这么如此的尖锐化的下去呢 呃终究来说还是基于一个选票 还有这个美国国内股市上面的一个考量 还有这个美国国内股市上面的一个考量 而且最令人觉得呃非常的惊愕的啊 就是看到的川普呢翻来覆去 这翻云覆雨啊 这个讲话呢 前一天讲的跟前天讲的跟放一种气体一样啊 后一天马上就有改变的啊 这风格 因为他不只说呃中国方面打电话啊 和这个美国方面来諮商 他他前之前才说呃 习近平是习近平和呃 联转会主席鲍尔 谁才是才更是这个美国的敌人 好像也就是让把这个过去呢 他跟习近平的这种好朋友的关系呢 马上就是翻转了啊 180度的这个翻转 才这个笑期到底有多长啊 这个呃他这句话的品位期到底有效期到底有多长很短呢 他就改口了 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位伟大的领袖 以及一位才华洋才华横溢的人 然后呢 他在这个呃这个呃 记者会上面呢 他就说呢呃 他就没有再重提说中国主动要求这个美国重返谈判桌的这个世界 但是呢他就开始称赞这个习近平 哦这个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人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啊 那跟他一起出席这个记者会的呢就是法国的总统啊 这个马克宏 他他在那他他怎么讲呢啊 哎 马克宏说呢 川普呢在G7峰会举行期间表现出愿意跟中国快速达成贸易协议啊 马克宏总统说呢 川普总统清楚表明他愿意与中国达成协议 而且呢 马克宏呢 对此呢予以支持啊 然后说这是一个呃 这必须是一个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均衡的协议啊 那马克宏呢也补充了一下啊 这国会领袖呢 对于不符合国际规则的贸易表示关注 哎啊 因为呢都是看翻译嘛 所以不知道这个马克宏的这个原文啊 就是法文他的这个精确的意思是什么 这马克宏太会讲太会讲外交辞令了吧 啊 就是很厉害啊 这个法国的年轻总统非常的厉害 他说 国会 国与会国的领袖 呃对于不符合国际规则的贸易表示关注 那到底是谁不符合 谁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贸易呢 你也可以说他是在暗指美国啊 因为美国呢动不动的就是加征别人的这个关税 对于中国这样做啊 对于欧洲这样做啊 然后他跟法国之间 美国跟法国之间的呃争议呢 也还没有平息啊 呃你之前的时候几个美国就说 你你补你补法国啊去补贴这个空吧 然后呃补贴这东西 那我们现在要对你的神都要磕睡 那对欧盟也是 那这这这账还在还在这个炒啊 这个 那所以呢他到底是不符合国际规则 他是在说美国吗 还是呢他在说中国大陆呢 他觉得呃中国大陆的对于国英事业的补贴 然后在这个呃到目前为止呢 这欧洲国家呢也不给啊这个中国呃这个市场地位 在WTO的规则之下也不给他地位 那你到底是在讲中国呢 你是在暗指中国呢 还是在按按批这个美国呢 所以非常的聪明的这个马克龙总统讲的 马克龙总统讲的是一个很有外交辞令的话 但是呢对于这个大说谎家这个川普来说呢 啊你前一天才把这个习近平说是 类似于像敌人的这样定位 啊搞得这个美国的学者呢 纷纷的就是说啊这很严重啊 当这个呃因为你讲这个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元首啊 你把他定位为国与国之间关系 你把他定位为竞争的对手 或什么都是可以都是可以来讨论的啊 但你把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元首 特别是双方正在较劲过程之中的中国的元首 暗指为他是敌人的时候 这针对性就是很强啊 这仿佛就是回到了回到了这个冷战时期的时候呢 呃这个美国对于这个苏联的定位 是不是这样啊我看到好多这个美国的学者呢 就是很慎重的在分析了一分分析了一篇啊 接受了各个呃这个媒体的这个访问 结果他一天他又变了哈 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对于川普所说的事情呢 都不要太认真啊 然后对于他在这个过程之中玩的这些的手段呢 还是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啊 就是川普最在乎的就是他的选票 而当这个呃大陆呢抓准了这个川普所在乎的这个事情啊 呃当你用强大的这个压力啊 把这个关税就是这个客关税这个事情 老是拿在这个手上呢作为这个手段 然而要强压这个中国接受一个不不公平的啊啊呃 呃带有带有这种非常强烈的啊 就是美国再去作为一个呃上级指导单位的这种 似乎是那种宗主国的要去监督你的协 协议上面的这个事情的条文的时候 呃呃中国大陆呢就以其人之道环制其人之身啊 也是说要对于你的这个产品呢 施加这个关税 特别是针对你最在乎的 荒豆啦 汽油 石油啦 还有这个汽车的这部分 打到你的痛脚 打到你的这个股市 去跌的时候呢 特朗普这个人也不是完全的是说 就是可以一路硬到底的 因为关键还是在于说 他在这个谈判的这个策略上面 他是会 川普是会虚张声势的 但深意人嘛 深意人呢 该妥协的时候呢 他也是要妥协的 在这种状态之下 他还想要就是说 去玩那个连俄罗斯 来反制中国的这个战略 会行不通的 因为你要必须要去解决 你要去解决两个不同战场的问题 在这个川普刚上来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传言一个说法 虽然后来好像这个基金级 他自己否认了 就是基金级当时 宪策就是认为要翻转 过去这个美国的这个策略 基金级当时呢 就是为了要去瓦解这个苏联的 这个影响力和势力 所以说才是主张 尼克森要去打开这个中国的大门嘛 那等到川普上台之前的时候呢 据说他提了这个联俄制中啊 就联合这个俄罗斯呢 来去压制中国 要去这个抑制这个崛起中国 那也符合啊 也符合这个美国呢 以一个现有强权去打击一个崛起强权的一个策略 但是因为川普因为受到通俄门事件的这个影响啊 虽然他自己对于普京呢 是非常的心仪的 可是这个是因为施展不开 那现在呢 又在跟这个习近平较劲的过程里面 那这个提议呢又被提起来了 但这个是这是很难推动的啊 因为你要去解决的是两个不同战场的这个问题 而且你还要去解决在这个美国国内呢 除了川普本人之外呢 其他的这个阵营的这个人士呢 都对于这个普京还抱着非常高度的这个怀疑 而且普京跟俄罗斯跟这个欧洲的这个问题 有关乌克兰问题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所以这个操作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而接下来呢就是要看这个大说谎家川普呢 如何的在这个中美贸易大战之中呢 他下一步的说话又会变成什么 接下来进展又会是如何呢